常进行 尊敬的评委高校变手以及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变字双心已变会友 欢迎来到云游杯华语辩论邀请赛 大学组出赛的比赛现场 我仅代表云游杯组委会 感谢各位的到来 本场比赛的变题为 春节当电影图片评射行为 应该被抵制还是可以被包容 下面请允许我为您介绍 今天比赛的正反双方 以及他们各自的立场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 复旦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 春节当电影图片评射行为 应该被抵制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正方一辩张俊祁 正方二辩谭家云 正方三辩朱浩亭 正方四辩管理 仅代表复旦大学校编论队问候 在场 在线各位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 反方苏州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 春节当电影图片评射行为 应可以被包容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反方一辩叶程昊 反方二辩张盈盈 三辩江明杨 反方四辩李淑涵 代表四周大学辩论队问候赞赏各位 大家下午好 感谢双方辩手的到来 在认识了双方辩手之后 请允许我问大家介绍 本场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丁冠宇评委 2013年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冠军 2015年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冠军 台大一恩杯第二届国际奥瑞钢 华语辩论冠军 继最佳辩识 罗洪坤评委 新国辩世界杯常驻评委 谢宇评委 天津大学辩论队教练 环球人物 华语辩论世界杯年度最佳辩手奖 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冠军 继全程最佳辩手 华语辩论世界杯冠军 感谢各位评委的到来 下面进入正式的比赛环节 首先是开篇立论环节 继时三分钟 有请正方一辩 好 谢谢主席 今年年初歌手薛之谦 在微博发长文分享 春节党电影《飞驰人生2》的观后感 文章内附带了三张在电影院拍摄的电影画面 引起巨大争议 春节党电影图片评摄行为 自此引发广泛讨论 我方认为应该将其认定为 给他人造成困扰的不文明行为 像随地吐痰和大声喧哗一样进行抵制 具体论证如下 首先图片评摄行为 破坏了影院观影的沉浸感 严重干扰了其他观众的观影体验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与画报和电视机不同 其依赖特定的场域达成表达效果 自19世纪末 《卢米2兄弟》发明电影放映机以来 随着技术变革 画面和音效的表现力越来越强 从黑白末片到彩色有声 从2D到3D 从24帧到120帧 还有IMAX 杜比全景深等 种种技术的更迭都服务于同一个目标 沉浸式体验 而图片评摄行为 却轻易打破了这种精心营造的氛围 使观众不得不面对现实世界的干扰 《新惊爆》对观众最反感的电影院 不文明行为的调查显示 评摄倒摄以及频繁看手机分裂第一第二 假设各位正置身于星际穿越的影厅当中 当飞船时向茫茫星海时 眼前却出现了一个明亮的长方形 当你跟主角一起感受与女儿分离的痛苦而流泪时 却因几位观众抬起手机 有六七个主角同时呈现在你的面前 那种冒犯和打扰 无异于后面观众踢椅子 或者临坐的人大声喧哗 沉浸感一扫而空 因此抵制图片评摄行为 才能保护观众在影院中 享受电影事件的美感的权利 让电影创作者于顶一愿 为沉浸感做出的努力 不要复之东流 其次拍摄的图片被发布 会带来剧透的风险 损害其他观众的体验 电影从拍摄到宣发 片方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资源 希望通过精心设计的剧情反转 震撼的视镜效果 以及精心策划的宣传策略来吸引观众 并提升他们的观影体验 然而图片评摄行为 却可能成为这一切努力的阻碍 一张钢铁侠打响指的图 泄露了复联4最大的剧情爆点 提前看到城市折叠的画面 再去电影院看到梦空间时 也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这种剧透不仅剥夺了观众 在电影院中体验到了惊喜和震撼 更削弱了电影艺术价值和观赏效果 实际上数据同样显示 剧透等行为会严重影响消费者的观影情绪 心理学家Johnson等人测试研究发现 剧透对体验愉悦度的影响是负面的 并且这种影响是前方位的 从剧情的悬念到视听效果的震撼 都会因为剧透大打折扣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其完整性和艺术性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观众的初次体验 图片评射行为不仅破坏了这种体验感 更损害了电影的艺术完整性 纵上所述 评射行为破坏了影院追求的沉浸感 影响了观众的观影体验 同时带来了剧透的风险 因此我方坚定认为 春节党电影图片评射行为应该被抵制 感谢 感谢正方一辩 下面有请反方思辩对正方一辩进行质询 质询方有权打断被质询方 被质询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 但有五秒钟的保护时间 该环节只对质询方计时 计时为一分三十秒 有请 同学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些行为被划定为不文明行为 你觉得能不能被包容 我方觉得不可以 应该被坚决抵制 所以对所有的不文明行为 我们的态度都是全面抵制 抵制 我都反对它 我接下来问你 比如说你自己举到的 新京报调查当中 第一项是评射倒设 第二项还有空调过冷 你觉得这件事情也要抵制 商场都不应该开空调 这件事情当然是电影院 它服务的问题 那么提出问题 那我来问你抵制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电影院 应该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为什么我们有看到 很多的电影院 对图片评射有制止的行为 电影院有啊 在最初的时候 在电影放映开始前 它就会有专门一个宣传片 告诉你不要评射 所以没有抵制和制止的行为 在我真正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 好像大家对于它的态度也是包容 结果上是这样的 我来问你下一个问题 你告诉我说 沉浸式的体验需要特定的场域 我问你在电影院那个场域当中 我的那样的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为什么会 因为那个打扰之后 就不能再沉浸下去 就像我方给你举出了 那么多个例子 比如说你前方 出现了一个明亮的长方形 你怎么再去重新 带入回那个星际的 我换句话来问你 如果出现一个明亮的长方形 我只是回了条消息 要不要抵制 要抵制啊 所以以后我要不要带手机 进入这个电影院 对方便 我方的要抵制 不是说绝对的 你把你手机全部都收掉 不让你进入影院 而是说像手机 所以你抵制的效果在哪里 你只是说你不要带 大家还是一样拍 大家还是这样 如果按照我包容的态度来说 我是不是越包容 我们双方各退一步 双方的需求 都能被尊重得到 对方便 你方需要论证 为什么您方的包容 可以让大家都意识到 有这个问题的存在 而我方的抵制 正是采取一个反对的态度 让大家意识到 后续我给你论证 我给你讨论现状 你觉得现状 大家有采取真正抵制的行为吗 还是片方和制作方 其实他们也在接受这种行为 并且包容这种行为 没有啊 我方后续会给你论证 像傅联斯 我给你举个例子 在人潮汹涌他 春节党电影上映的过程中 他利用评设的行为 制作海报 在他的收益达到了7.21之后 你觉得片方是抵制的 对方便 评设的行为 来做成海报 到底是什么意思 评设的行为 做成海报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片头片尾片中 做成海报 进行宣传 片方获益 他们有几次 谢谢 下面有请 反方一变进行开篇立论 计时为三分钟 有请 好 谢谢主席 大家好 今年年初 全国多地宣布了一项 充满温情的举措 即在这个春节的特殊时期 会对一些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 采取柔性执法的方式 即不再直接处罚 而是采取教育引导的手段 来替代处罚 这一政策 体现了一种 更加包容的社会态度 让大家感受到了 一个更加温暖 祥和的春节氛围 同样是在春节期间 我方理解 有人为图片评设行为 感到困扰 但考虑到图片评设行为 并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又正好处于特殊的春节期间 因此可以采取 恰当的方式 对其进行引导 以柔性的包容方式 替代严格的抵制方式 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 在法律层面 评设图片属于 著作权法上的 合理使用范畴 不属于侵权 原因在于 电影是一种复杂的综合艺术 评设图片 不可能替代一整部电影 没有可盈利的市场 不会产生市场替代效果 因而不构成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审判员表示 如果只是拍摄 单张照片 不构成侵权 第二 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 既能够让图片评设的观众 更容易接受他人的引导 也能够在春节 这个特殊的时间点 体现更有温情的社会氛围 不可否认的是 春节党是全年中最下沉 增量观众最多的电影档期 很多人一年中 只会在春节时 陪家人朋友走进电影院 而随着拍照记录 逐渐成为当代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也能理解 在春节这一特殊场域 观众进行图片评摄 并非出于商业目的 而是为了记录 与家人朋友共享的 那个感动瞬间 一位曾经评摄过的网友说 图片评摄观众并不是柴狼虎豹 也不是大奸大恶 他们只是不太了解 经过引导和包容 会有更多人像他一样 选择不在图片评摄 希望大家多一些耐心 正因如此 大多数人也愿意 对此选择理解和包容 根据河南广电新闻平台 在微博发布的调查 87%的人觉得 薛之谦的行为不是盗舍 就是正常的官后改 而上海共青团 对此也在公众号发起调查 在名为电影院 随手拍了张 照晒朋友圈的推文中 八成的人认为 不需要明令禁止图片评摄 其中六成的人觉得 这样有点小题大做 大部分人的实际态度和行为 其实也是包容的 没有去制止 那个图片评摄行为 此外 在看完电影后 发布的朋友圈 微博等配图打卡 也增加了电影的讨论和热度 给电影宣传起到了效果 一些敏锐的片方 抓住了这一发展趋势 将之融合到电影营销当中 为电影增加了 更多的流量与曝光 例如2021年 春节党电影《人潮汹涌》 收集了大量观众评摄图片 为电影进行宣传 2023年 电影《风神》第一部 和2024年电影《江屯风十五》 将评摄图片做成宣传海报 均为电影带来了油量 我们衷心的希望 在春节这个合家欢乐的时刻 大家可以放下一些 对他人严格的要求 以柔性的包容 替代刚性的抵制 发挥求同存异的智慧 构建更加理性 和谐温情的社会氛围 谢谢 好 感谢 下面有请正方四变 对反方一变进行质询 计时为一分三十秒 规则同上 有请 好 感谢主席 我再让各位 学长您好 你告诉我的是两条判准 第一条告诉我说 法律上我们要包容的态度 第二条告诉我说 道德上这无可厚非 没问题吧 法律上是合理使用 道德上我们觉得 包容的态度 更符合春节的这种氛围 并且更适合现状 我明白 我先确认你前一条标准 如果一件事情 它不违法 但它与道德有亏 我们可不可以抵制 所以我们今天要论证 它就伤害程度 我方觉得伤害的程度 可以接受 所以没有关系 对 所以一件不违法的行为 我们大家依然会抵制 所以我方只要论证 到在道德层面上 它应该抵制 能完成论证 您方法律那个东西 不构成今天的评判标准 第二件事情 我依然愿意和您方 讨论前面法律的标准 您方第一条标准论证 叫做它不违反侵权法 诸作权法的合理使用范畴 对对的 诸作权法 不好意思 我方承认它不违反 但是这条法的立法人 在对这条法律的示意当中 他进行一条补充 叫做 如果拍照行为 影响到了观众的观影体验 扰乱了电影院的观影秩序 电影院可以按照 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对观影者加以规范 所以是不是 我方只要论证到这些 法律上也应该完善 这些法律条文的补充和示意 抵制这个行为 两条回应 第一条 最高法院的审判员明确表示 你就拍一张图片 没有关系 第二条 我允许或者包容你这个行为 不是代表你能肆意放围吧 对啊 那个最高法院的法官说 拍张照片无所谓 但后面有一条补充条款 是我们要 双方要承认的 所以我方二边 会继续给你解释 为什么在这个 在合同法的层面上 法律也应当完善 我进一步 简直你第二点 你告诉我的意思叫做 现在是春节 大家有下沉市场 然后群众喜闻乐见 所以这无口厚非 没问题吧 对 因为春节党嘛 大家可能脱家带口 可能或者一起去看熊出没啊 或者是 对 所以按照你这个逻辑 当大家一起去看 闲出没的时候 后面有小孩太兴奋 他踢后一号被他大喊大叫 宁方也觉得 哎呀 无所谓 没关系 这是春节党嘛 大家应该包容 是宁方态度吗 不对 当你选择去看熊出没的时候 你就要预感到 这个会场里 肯定会有大量的小朋友 对于七八十个人 都是小朋友的时候 你肯定要有一定的包容 太棒了 所以宁方态度是应该包容 感谢 当然没有错啊 好 感谢 接下来进入审论环节 由正方二边先进行审论 计时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 我先来跟你们聊判准 宁方今天跟我说的第一件事情 叫这件事情不违法 不违反什么法 不违反著作权法 但是法律不是只有著作权法 对方没有 根据我方刚才告诉你的 电影产业促进法 第31条的补充事业 影院有权利保障观众的观影体验 如果拍照这件事 影响到了一个观众的观影体验 影院有权制止 而接着我来跟你聊合同法 合同法上电影票 它反面写了 请观众不要在影院里面随便拍照 这就是一个格式条款 而这份格式条款 在观众违反的时候 影院有权制止观众的这样的行为 而其他正常观影的观众 因为他们的拍摄受到影响的时候 他也有权利要求影院 把这个人清出去 宁方不会是告诉我 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在抵制 很多影院没有这么做 这就是问题 这件事并不能说明 这件事应该被包容 而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漏洞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倡导 倡导那些不抵制影院 选择抵制 倡导那些没有意识到 评设有错的人 意识到评设有错 我们不这么做 第二件事你跟我聊春节 说现在是春节 所以有熊孩子可以忍 就像在春运高铁的火车上面 有很多人在旁边 跑来跑去吵吵闹闹闹 我要忍 因为他好不容易回家过一次年 他可能一辈子就坐一次高铁 我天天坐 我要包容他 就像那些熊孩子来我家过年 他一年只来我家一次 可能十几年我都见不到他了 所以他可以随意撕回我的手背 这是一样的 但是凭什么 凭什么春节党 可以成为一个人受到影响的理由 凭什么春节就可以成为一个人 随意影响他人 干涉他人的理由 凭什么因为这是一个 熊出没的动画片 这些熊孩子 就可以随意在地面里 打到挡到 影响我的体验 我方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第三件事情 你们方说 这些评设可以帮助片方 发出来宣传 但是片方可以选 他们可以选择哪些东西 能够吸引到 但是很多时候 观众是不知道的 他们拍的时候 不是为了给片方制造票房 他们是要爽 大家看 我今天看了部电影 我要选取最精彩 最震撼 最能够体验这个电影 关键精彩之说的东西 发出来 而这些东西 往往只会造成剧透 往往只会影响他人的体验 感谢 好 感谢正方二变的精彩陈词 接下来有请反方二变进行审论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首先我们聊一下法律层面 对方今天上来告诉我们是合法的 但是他在二变的时候提出来两条法律 第一他说电影产业促进法 我方要在这里明确的是电影产业促进法 他明确说的是录音录像不包括图片评设 第二他说违反合同法 但是我们发现根据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余波表示 电影票上禁止评设的格式条款 因为违反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而不发生效力 因此你哪怕进行图片评设也不会构成违约 所以对方在法律层面上不能够正诚 来看对方今天的逻辑 对方是想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情有影响 我们就要抵制 对方拿了新京报这个数据来告诉我们 说你看他上面的人觉得评设这件事情有影响 我要抵制 可是我们看到这份报道里面还包括什么 比如说观影的时候走动这件事情 他也觉得有影响 这个屏幕过暗或者是冷气不适宜也要有影响 包括电影院里有孩子他觉得也有影响 所以对方同学今天在你的标准看来 什么事情是可以被包容的 任何一件事情有一点影响 但凡有一点让你感觉到困扰的地方 你就要抵制 那我们这个社会谈何包容 谈何促进 谈何文明呢 来看宁芳今天说他会导致一种剧透 但是剧透这和图片评设有什么 图片评设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宁芳没有论证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有剧方他使用这个图片评设做成海报 还将这个图片评设做成宣传视频 请问如果真的能够影响偏方的利益 他们会这么做吗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实然层面上 虽然有的影院像宁芳说的 他提醒我们不要图片评设 可是他在实际行动上 他看到你评设了 他想那就这样吧 你就拍了一下 我觉得没所谓 所以实际层面上 他是在包容的 包括偏方层面上 他其实也是在包容的 所以宁芳的这个影响 对偏方的影响究竟多大 宁芳没有论诚 最后是这个春节层面 我们会发现春节是一个特殊的场域 宁芳无非是说 在春节期间 我们还要对对方进行更大的苛责 但是我们认为 这不能够帮助我们过好一个春节 谢谢 下面进入对变环节 由双方二变交替发言 一方发言结束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的标志 各计时一分三十秒 有请双方二变 小孩子在电影院里大吵大闹 我为什么不可以抵制 所以宁芳今天要不让小孩子去看电影是吗 有什么关系 我不让小孩大吵大闹地看电影 就等于我不让小孩看电影吗 第一我来问你法律 宁芳一直在说著作全法 宁芳读过合同法和第31条的补充条款吗 宁芳可以说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没有明确禁止图片评设 所以宁芳对待孩子的态度是 希望你不要大吵大闹 那为什么这不是一种包容的 我还是觉得孩子可以看电影 但是你在合理范围内不要影响到他人 哪怕你有一些小声的说话 我们也可以接受 不这恰恰就是包容吗 所以宁芳要抵制 请问你一个孩子他进入了影院 他就有可能大吵大闹的风险 那你要不要让他进影院 31条的补充条款和合同法 我在这里最后再说一次 合同法的电影票卖给你 它反面的格式条款是告诉你 你不可以在里面拍照 影院有权制止 而31条的补充条款是引用了合同法 他认为就是 如果影响到了观众的观影体验 你拍照就应该抵制 这跟侵权法没有关系 第二件事 如果一个小孩在电影里大吵大闹 而且改不了多少次都这样 我方认为 那你就别来看电影了 你爸妈管不好你吗 我再问你一次 林芳认为 抵制孩子大吵大闹 就是抵制孩子吗 林芳不要骗大家 31条那个法律 它里面真的有合同弹书吗 我们看到的是 它里面没有说 它里面明确说是录音录像 林芳不如把那个原文 给大家读一遍 来问林芳的是 今天如果我觉得 边上的人吃爆米花影响我 那我是不是也要抵制他 没有很多人觉得爆米花影响到了 如果有一天 所有人都觉得 吃爆米花会影响到观影体验 那我们也愿意抵制爆米花 我今天告诉你两条 第一条叫做 那些屏幕的闪光灯 会影响到我的沉浸感 就是影响到了 问您林芳怎么解决 所以林芳也认为 只有大多数人觉得影响到 他的观影体验的时候 林芳才要抵制 爆米花没有大多数人觉得有影响 所以林芳不抵制 那我方也有数据发现 八成的人觉得不影响 所以是不是在林芳 以林芳的标准来看 可以不用抵制 是没有人觉得 爆米花这件事情有影响 而我问您了 今天假如只有一半的人觉得 我拍照我被影响到了 那么是不是另外一半的人 就可以踩在这一半 遵纪守法的人的尸体上面 随意的拍照 满足他们的一己私欲 等一下 图片平生是什么 大奸大恶的事情吗 所以来问林芳的是 如果我换一个例子来问你 今天我觉得这个电影 时间比较长 我看一下手机屏幕 确定一下多少时间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 林芳看来 是不是也破坏观影体验 要抵制 如果被影响到了 我方认为可以抵制 这件事情不是大奸大恶 而是我一个 好好的看电影的人 我的体验 不应该被那些 违反了电影院规则的人 而受到侵害 这不是我应该爆了事 而这是我们都应该抵制的事情 感谢 电影院规则是可以讨论的 我们发现电影院规则 它不禁止你吃爆米花 它不禁止你使用手机 它甚至也不禁止你走动 所以我们发现 规则它是有可以包容的地方的 而对方今天的态度 反而会严重的限缩 我们在观影的时候 这种体验 因为他方的要求是 你观影的时候 什么都不可以做 什么都会被抵制 谢谢 下面进入质询环节 由双方三变质询 对方任意变手 质询方可指定 任意变手作答 质询方可打断 被质询方的发言 但被质询方 有五秒钟的保护时间 被质询方只能作答 不能反问 中途可以换人 计时为单边计时 两分三十秒 首先有请正方三变 质询反方变手 有请 谢谢 一变学长 你抵制在高铁上 外放抖音吗 如果他真的吵到了我 但是如果春节期间 摩尖接手 没有办法 平时要抵制吧 如果他真的很吵 要抵制 那收手机吗 不收啊 不收 看到没有 今天我们抵制你 外放抖音 不一定要收手机 今天我抵制你 图片评射 也不一定要收手机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一变学长 你告诉我春节要温情 对不对 春节以何为贵 以何为贵 好 谢宇学长今天跟我们说 他很喜欢熊出没那个电影 你告诉我说 今天有熊孩子 在对替他的底背 你方要包容那个熊孩子 你对谢宇学长的温情在哪里 不不不 我方讲的是 当七八十个都是熊孩子的时候 难免会有熊孩子 会讲几句话 这时候你方还要去 说熊孩子 你方正面要回答我 今天我带着家里人 一起去看电影 开开心心的 可是后面一直有熊孩子很吵 你觉得我春节的快乐 要不要保障 一变学长 所以你也说了嘛 一直很吵 这些有个度的问题 我们发现拍个照 你两两钟时间没关系 所以张贵 你也承认 在春节的时候 确实要考虑温情 可是你也要考虑你的包容 会不会导致对你进行伤害 所以宁方今天 本质上就是告诉我 没有伤害 好 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伤害 二边学姐 一张图片不够剧透 对不对 你可以举证啊 看完张子峰的这个笑 你再去看唐人街探案 看这个女孩 你还觉得她无辜吗 二边学姐 所以宁方态度 今天我影评 但凡涉及剧透东西 通通都要抵制 好 所以你承认了 在张子峰这个例子里 起码是会导致剧透的 第二件事情我问你 片方放出来的宣传片 和剧透是一码事吗 我举个例子 富联4在宣传的时候 有发过钢铁侠打响指吗 四边学长 没有啊 没有 他发预告片的时候 发得好像还是个假预告片 说绿剧人变身了 对不对 所以你告诉我 片方宣传的时候 他是不是释出的 一定不影响剧透 而观众释出的 才往往是会剧透的 这没有问题吧 四边学长 你恰恰解释 我们图片评设的时候 不一定会带来剧透吗 所以片方可以 所以都要没有 所以片方不一定会带来剧透 但是观众他往往会选择 那个最有冲击力的画面来拍摄 这件事情更有可能带来剧透 您方无非告诉我说 这没有必然性 三边学长我问你 高空抛物必然会导致伤害吗 高空抛物必然啊 高空抛物必然会导致伤害 我看那接电 接底下没人 我就可以抛了是吗 不用抵制了 砸碎花瓶 我扔个球不要紧吧 好怪啊 张表今天告诉我说 今天我们抵制一个行为 是要论证它的必然性 可是我们有的时候 抵制这个行为 根本就不是必然性 而是它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 比如我们地铁抵制 带大家管制刀具 也不是说管制刀具 带上去必然就会捅人吧 可是我们依然要抵制 抵制的核心是一个风险 最后一件事情 你告诉我说 片方会选择宣传 那复联四是不要流量了吗 找雷神拍个这个照片 所以是片方在不同的情况下 他会选择对图片 所以片方的本质 他们在选择 释出什么照片的时候 他们考虑的是期待感 而观众根本不会考虑 他们只会考虑 我需要炫耀 我在那个电影场面 所以他们才会放出 钢铁侠打响指 才会放出张子峰 那圣人的一笑 而这些事情 伤害了其他观众 感谢 下面有请 反方三变 质询正方变手 规则同上 有请 第一个问题 问一变 剧透是风险还是必然 剧透是风险 但是这件事情 如果有风险 我们就应该抵制它 二变 是不是风险 无论高低都要抵制 我们要规避这个风险 很好 无论高低都要抵制 三变 我就拿你那个 高空抛物的例子来讲 你觉得高空抛物风险很大 那比如我高空 我扔一个羽毛 我一根头发掉下去了 有没有风险 宁芳不要举极端例子 没有人说 我管制刀 就是风险大和小 我们关键讲的是 这个事情对与错 我们根本不是看 它必然结果是好与坏 而是看这个事情 本身对与错 所以你也要聊 这件事情的本身 我拿例子来问你好了 今天我写影评 有没有剧透的风险四遍 有啊 所以一遍影评不要写 不是的 影评我可以选择 隐藏我的文字 我可以选择在一开始 就打上剧透预警 四个字 所以二遍 我今天同样的逻辑嘛 我今天朋友圈上发照片 可不可以也打个剧透预警 你的照片怎么屏蔽 开幕雷基 我打开朋友圈 这个时候我该怎么 四遍 我前面打九张空白图 下面点一个展开 就可以解决了 我问你的第二件事情 你告诉我说 那个观众体验的问题 我拿你自己的例子来问你 你抵不抵制 今天小孩子进电影院一遍 我不抵制孩子 但是我抵制孩子吵闹 我抵制的是吵闹 你抵制的是 你不抵制孩子进电影院 但是你抵制孩子吵 对不对 二遍 对啊 所以三遍 我为什么不可以 不抵制今天图片评射 抵制你今天亮光太大呢 学长 如果亮光调低了就有效 手机在自动调节亮光的 你带进去 手机就是最暗的状态 可是大家为什么 在这样的调节下 还是那么的好人用手机 就是因为最暗也没有用啊 好 四遍你震一下 最暗也会影响到他人 是因为 这很简单 星星报他自己的调查 我显示了 我就拿星星报那个例子来问你 一遍说 他今天也讲了 今天有人也会觉得 冷气比较冷很重要 可是有些人觉得 热他不舒服 有些人觉得冷不舒服 这个时候你怎么选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靠电影院 他给一个大部分人 都满意的温度啊 所以 大部分人对不对 在宁方这个苛责的环境之下 确实是大部分 但是视频平时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双方的第一个比较 叫做大部分 二变 我方有数据矩阵 今天66%的人 对评设这件事情 觉得无所谓 不要紧 不要小题大做 有没有震到大部分 不对 有的人觉得热 有的人觉得冷 但是评设 是有些人不该承受这一份 但是一个是性质 一个是数量 所以你自己的一变也说了 大部分是一个标准 我问宁方四变好 宁方今天抵制 到底怎么抵制啊 大部分不是一个标准 抵制有很多手段 很多手段 就是你 就是比如说影院 他会开场 他会告知你 不要 就是不要有评设行为 然后工作人员会举个牌子 然后我们会看到 我们会看到 他自己在拍圈片的时候 拍了这种东西 这都是抵制的行为啊 一变 如果说今天你发个牌子 大家就会老老实实实听 为什么我们不能 直接抵制大家 不要开闪光灯呢 在其他的地方 他有规定不能开闪光灯 只是在内地没有这个规定 那我方觉得 在我方的态度下 这样的规定更完善 当然是更好的事情 二变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 遵从比例原则 把伤害弄到最小 至少你也没法证明 两者有强相关 我问宁方四变好 我尽例子来问你 比如说今天我们发现 这个小摊小贩 在以前的时候 城管觉得问题很严重 要抵制 今天建一个 罚一个 这算抵制吧 这是一种抵制 可能比较 稍微极端一点了 但是我不知道 三变 那反过来 现在我们不禁止你小摊 我甚至专门给你 设一个小摊区 但是我规定 你多少时间来 多少时间走 并且你要合理登记 这叫不要包容 很简单 我们抵制故意杀人 我们也不是抵制死刑吧 这叫不要包容 什么叫包容 让小摊小贩摆摊吗 当然不算包容 如果说我们认为 市容市贸上 城管没到的地方 你有小摊 那我们支持城管赶紧来 所以一变 你今天也觉得 今天我要管理就好 我不需要说 今天直接让他们走 对不对 我态度 我方觉得所有人 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就是这件事是错的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二变 你到最后 你的态度 也只不过是认识到 它是错的 我拿例子来问你 今天我打碎花瓶 爸爸妈妈说 碎碎平安 春节不要紧 我有没有觉得 打碎花瓶是错的 可能这是因为 这样的态度 有些人认识不到 这是一件错的事情 四变 你告诉我 打碎花瓶 碎碎平安是不是包容 打碎花瓶 碎碎平安是包容 所以今天认为 它到底是对是错 不是标准 好 感谢 这点看这些气味 到底是重的还是轻的 下面进入 质询小节环节 首先有请 正方三变 进行质询小节 时间为1分30秒 有请 谢谢主席 解决几个帽子 大部分不是我方判准 就好比今天 我们抵制在高铁上 禁止吃榴莲 这种东西 因为很多人觉得 榴莲的味道 我很能接受 起码我们再做四位 我再举这个例子的时候 他们都跟说 我还挺喜欢榴莲的 可是这就代表 在高铁上能吃榴莲 所以今天大部分 不是这个标准 更何况 我们在这个社会 当我们要追求文明的时候 我们看的 从来都不是人多和人少 就好比在中国 刚开放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在街上光膀子 在餐厅光膀子 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代表 我们不需要往前走一步吗 所以我们关键还是看 这个行为 它到底有没有在打扰别人 今天反方告诉我说 这个不打扰 就拍张照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方给大家举出的情境 告诉大家 你想象一下 当你看到 那个星期穿越的时候 那个男主和 那个他的女儿 连接的时候 那一颗音乐 突然一下子断掉 男主流下了热泪的那一刻 你突然看到 七八个男主 在一面前哭 你还能沉浸回去吗 你还能感受那一刻的 第二件事情 就是这个发光的问题 你说不开闪光灯就可以了 不开闪光灯 你依然能看到主角 发光 大家手机摆进去 它就已经是最低亮度了 可是大家为什么 依然星期包 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们最反感的是 倒射和手机 用手机的问题 注意这只是 三分之一的人最反感 另外三分之二 可能觉得流连更讨厌一点 他们也很反感手机 因为手机这个事情 当你把它举起来的那一刻 那个亮光就在你面前 宁方举不出任何一种方式 告诉我说 这不会像踢海椅子一样 干扰大家的关系 感谢 接下来有请反方三遍 进行质询小节 时间同样为一分三十秒 有请 大家好 你觉得大部分不足以正成变体 那反过来 是不是只要有一个人不满 一个人不爽 那就不行 那照你方的逻辑 有很多情况 我觉得他上厕所走过去 影响到了我 我也是一个人 我的利益也很重要 是不是你要抵制 所以我方觉得比人数没价值 我方今天两层比较 第一层 你今天也聊了 你要看手段 你要看过程 你要看这个伤害 到底能不能区分 就像是你今天你不会去抵制孩子进电源 你抵制的是孩子去踢椅背 你不会说今天抵制大家写影评 你抵制的是今天写影评的时候剧透 你也给出了你的方法论 叫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打个标 那同样的 我们今天两个问题不也同样可以解决吗 你告诉我光很亮 今天我把它挡在胸口或者吸屏拍摄 不也是一种解决方案吗 今天你告诉我会剧透 那如您方所说用影评一样的解决方法 不同样能解决问题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只是告诉我 它有剧透或者亮光影响他人的风险 可能 可是影响风险和可能 从来都不是你抵制的理由 因为似乎你要去给大家举证 这件事情没法像其他行为一样明确区分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方恰恰向您方论证的是 在我们现实情况下 不论是今天您方所说的那个比较重的方法 还是我方刚刚讲那个小谈小贩的例子好了 你今天真正去实施行为 不一定能达到您方的效果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遵循您方的规则 如果我今天只是单纯抱持着 我认为他错就好 他不一定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我方给大家的态度是什么 是就好像那个小贩小贩一样的问题 我今天给你一个时间段 我给你一个空间 但是你也要遵守规则 我退一步的时候 我今天让渡了一部分价值 你也更会接受那部分价值 我给你了这个甜头 作为你今天遵守规则的代价 才能让大家都活得很好 这是我方更好的时间 接下来进行战术暂停环节 本环节中双方队物可自行交流 同时双方队物的教练可上台 与己方便手进行交流指导 教练上台的时候 可以携带电子材料和纸质材料 但当计时结束之后 需要将所有材料带回 时长为四分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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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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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抵制频繁用手机 他没有举钱 他就放在这用 看微信 他也亮 所以这件事情好像也有点影响 再举一个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宁芳到最后其实只占了一个利益 叫做你今天但凡把手机拿进来 那有没有可能亮的风险 哪怕我今天误触了 好像也有亮的可能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宁芳不就是无限压低自己的论证义务吗 那照宁芳的逻辑 就好像空调一样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 我的需求也被伤害到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聊时然 你退一步 大家互相理解 不是来得更好吗 所以我相信评委也听出来 虽然我刚刚讲的有点强行 但发现没有 他们在不断地给自己加例外 就好比我们今天说抵制杀人 对面说不对 有正当防卫 我们说抵制除了正当防卫以外的故意发言 都不对 有死刑 所以对方才在逐渐削弱自己论证责任 他们从要为图片评射辩护 变成要为不开闪光灯图片评射辩护 再到变成要为贴在胸口图片评射辩护 试问薛之谦做到哪一点 就像我们在为熊孩子辩护的时候 孩子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他们上春运这件事情 也可以被接受 当图片评射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也不和你那个巨大避害 强化钩的时候 为什么这件事情不能被尊重 所以现在大部分我们在批判 我们告诉大家做的是错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也是现在大家在做的这件事情 大家都没有贴在胸口做 而是这样举着做 我们告诉大家这是错的 这个态度 您方也觉得不要 我换句话来说 你自己说的大部分我们也证成了 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件事情无伤大雅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继续讨论图片评射行为 大家也觉得体验没有被削弱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东西 是因为只伤害了你 正方三遍一个人体验吗 我方相信削弱的问题 人数的问题 我方已经讲得很清楚 最后一件事情跟您方确认 春节到底能成为什么 不文明行为的借口 您方除了图片评射 再举两个 这里的逻辑在于 如果你发现它是可以控制的 就像你说的熊孩子 它可以不大吵大闹 就可以不用抵制它上高铁 所以今天如果图片评射 我们可以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子做 或者说建议大家以别的方式做 您方还要一刀切抵制的话 是您方的论证责任 来请问您方 今天在春节党电影 很多人他是第一次在春节走进电影 对于这种春节党的特殊行为 您方是否还要采取强抵制的措施 很好 很多人在春节第一次走进电影院 他看到的就是局且手机和七八个主角 你觉得他还会想进电影院吗 错 这就是需求的不同 有些人他可能不是真的那么在意一部电影 我可能不是说 今天我真的想看熊出没 只想带着我的小孩进来 所以每个人的需求 当大家的需求太多的时候 你告诉我 每个人的需求都可以有可能冲突 是不是每个人各退一步来得更好 不是 按照你这个道理 只要带着小孩 就可以成为一切不文明行为的标准 今天我只要带着小孩去任何一个地方 我都可以允许他大声喧哗 哪怕在音乐厅 他在那唱生日快乐歌 您方也支持 只要是春节他是小孩 对吗 抵制态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包容态度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按照您方抵制的态度来说 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的人就被抵制 他第二次不想再走进电影院 哪种不文明现象是被包容 是随地被包容被解决 是随地土壇被包容解决了 还是高空炮被包容解决了 我给你一个例子好了 春节的时候 有人想要睡安稳觉 有人想要放鞭炮银财神 那是不是这两种需求都合理 大家各退一步互相包容才更好 很简单 城市的核心义务在哪里 是保证居民的生活 所以为什么上海外环内禁止放烟花 因为它一无缘环境 二造成照音 影响了城市的主要功能 它就该被禁止 就像今天我发现时告诉大家是 电影院的主要功能 就应该是给观众营造良好的观影田 就算你说春节涂个乐 你只要走进电影院 你涂的那个就是好电影的乐 而你放破坏了好电影的乐 感谢 下面进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 总结陈词环节 首先有请反方四变总结陈词 计时为三分三十秒 有请 好 其实你放入标准 一退再退 你一开始告诉我说 只要大部分人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 你就觉得可以抵制 我方数据告诉你 大部分人觉得这件事情无伤大雅 第二件事你告诉我 如果这件事情有一点风险 就要全面抵制 我会给你举的非常清楚 如果今天我这个麦克风也可以砸死你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辩论场上 也不要麦克风 只要空手去打辩论就更好 所以这个你第二个判准也不成立 第三个判准你来告诉我 是主要功能 我来跟你论证的是什么 不是说电影院在技术革新的时候 他不在意别人的主要功能 是要沉浸在电影当中 而是在数字化 媒体化时代发展下 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生活 可以被尊重 我希望在我发到那个朋友圈的时候 我可以有自己的感受去抒发 所以在双方需求都被尊重的时候 在春节党电影 都是增量观众为主的情况下 临贫关注为主的情况下 如果你抵制电影院的发展 可能没有我方更好 所有方觉得包容的态度 能让大家都更走进电影院 去享受自己的需求 第二点我来跟你解释 为什么说要尊重双方的需求 即是在有一点伤害的情况下 我给你举的非常清楚 你告诉我们 禁止图片评射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告诉我 图片评射有巨大的风险 带来巨大的避害 这两个巨大你都没有论证成功 第一件事情我们告诉你了 这个风险完全可以被规避 我可以把这个手机放在我的胸口 把我的亮光遮住 按一个音量键去拍 这件事情的风险 我们能够被规避 第二件事情你告诉我 这个巨大避害 只在于说 我伤害了你这个沉浸式的体验 我完全能够接受 我也完全能够理解 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 特别需要那个沉浸式的体验 但是我方想告诉你的一件事情是 在春节党电影期间 我们看的电影和其他电影的 唯一不同就在于说 春节党电影 他们需要宣发营销策略 你的第二个例子 你也讲得非常清楚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需要更多的流量 他们是把电影 当做一个商品来竞争 把电影当做一个商品来娱乐 所以我们看熊出墨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会期待于说 我们沉浸于那个山林式的体验 对吧 我们在看人潮胸的时候 也不会沉浸于说 在那个社会百态当中 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看春节党电影的时候 我们的观众需求 就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需要向我论证的是 为什么春节党电影 大家也要像看艺术节电影一样 非春节党电影一样 一定要求那个最沉浸 最最不好 完全不能被打扰的体验 第三件事我来跟你讲 为什么被打扰这件事情 可以是包容的 或者这是一个更好的态度 比如说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会有一些熊孩子 他们会在高铁上吵吵闹闹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为什么可以被包容 因为我们最终 都能到达那个目的地 那为什么在春节党电影当中 我们觉得也可以被包容 因为我们最终 都会看完那场电影 在那个情况下 比如说我要上厕所 大家站起来 可能会不小心挡住我的光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问题 这是你的需求 你要去上厕所 比如说我在这里 我可能小声沟通一下 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来 我想沟通一下这个剧情 可能我只要注意 不要大声吵闹到别人 别人也能够接受 所以第三件事情 我来跟你比较的是 大家现在具体的情况 和实际的行为 到底是在抵制 还是在包容 我从观众的角度来跟你说 其实没有人 愿意去制止这个行为 你的新京报的300条数据 讲了说 第一个厌恶的事情是倒舍 但你有调查 有那么多包容的人吗 我相信在场的各位 没有一个人说 我看到一个人平受 我对他大打出手 把他告上法庭 既是在判立法 为香港的法 香港和日本法 他们在对于图片评射 这个行为上 几十年来都没有一个 判图片评射 为犯罪的案例 第二件事情 是跟你讲资方的问题 资方在利用图片评射 去做这个宣传的时候 他其实也实际在 包容这个行为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 从这个当中获利 所以我们一 包容这件事情 可以让我们在春节的时候 大家五湖四海 全部在团圆 我可以去分享我的生活 表达我的感受 记录我的记忆 第二件事情 我观影的体验 必须 谢谢 好 感谢 接下来有请 正方四面总结陈词 时间同样为三分三十秒 有请 感谢主席朋友 在场各位 我先摘对面 给我的两顶帽子 第一顶帽子 对面告诉我说 哎呀 我方的态度 就是这种粗暴 你直接去制止吧 没关系 直接大胆 把他手机抢走吧 但问题在于 对方解辩说 那个东西 不是我方的样态 很简单的两层回应 第一层回应叫做 今天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是看了 抵制和包容 也不看的是行为本身 我们看的是一种态度 第二层回应叫做 我们今天抵制 应当是怎么样的抵制 其实我前续的阶段 讲得很清楚 它是一种 因为我们发现 现状下这种 评设的行为 它只是出现在 那个三十一条的 那个示意的 那个补充条款里 但是我们希望 把它明确成为 一个公共场合的 娱乐场所的 一个规范条例 这是我方想期待的事情 这是第二个事情 第三件事情 对方就更荒谬了 他指责我们说 哎呀 你们这样 根本没有可行性 管不了 但问题在于 管不了是我们不管的理由吗 我们今天 说是有一说一 随地吐残这件事 巨难管 因为你没有办法 控制到每一个人 他每一个时刻在干什么 但问题在于 这不是我们今天 大街上随地吐残 应该被包容的原因 而恰恰是 它要抵制 这是第三件事情 第四件事情 对方指责我们 那个东西叫做 指责我们那条标准 叫做我们的标准 变成了 有一点点危险 就要去做 但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讲这个东西 在法律上很简单 那种抽象危险犯 叫做它产生了 额外的不必要的风险 为什么 是因为 你和家人团聚的日子 你冲电影院 照他方的讲法 是冲了和家人团聚 但问题是 和家人团聚这件事 你在电影外可以拍 你在电影 电影的那个外面 那个后影的地方 可以拍照 你在那个出来的时候 你们可以拍一张 何家欢 但问题在于 这不是你在进电影院 那个时候拍照的理由 这是第四层回应 再来 今天其实很简单 我方的标准 为什么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因为我方从头到来 讲的是一件事情 叫做这个东西的 和目的性 也就是正当性 什么意思 叫做今天我们整 我们今天整个 从一变到我们的三变 我们论证的 就是一件事情 叫做当代电影的 主要旋律 和我们主要发展的 方向是什么 对方没有 一直在讲 我们今天产生的 那个所谓的 那个新的需求 但这种新的需求 只是一种借口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现在 电影的发展 无论是我们产生了 从2D到3D 我们到Max 我们到柳杜比听 我们的听越来越大 我们的这个3D到4D 甚至我们还产生了那种 4D的那种 可以让我们 全身心感受进去的 这都是为了制造什么 都是为了制造观众 在这个影院 在他进入那个电影之后 那个一段时间的沉浸感 但是在这个时候 那个评射的行为是 啪 这一项抽离的行为 对方没有 最后那个论证 在自由变的那个论证 其实说实话 是推极端的论证 我们要看的是 一般场域下我们的形状 那第五个点 其实很简单 今天我们讲的那个东西 对方最后 在这个电梯上 做了一个最大的包装 叫什么 叫做春节嘛 没关系的 春节党嘛 我们小孩这样做 是有理由的 但问题在于 按照对方 节变这样的倡导 我们所谓的 我们让熊孩子上上 我们不让熊孩子 在这个电梯里面 追逐打倒 他第二次 也可能就不来坐火车辆 这不是抵制那个所谓旅游业 所谓经济的发展吗 所以这帮那个论断 到最后就变成了 今天春节这个东西 可以用来做一切 那个东西的包装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 最大的问题在于 对方包容的态度 恰恰是导致这个成因的关键 你在中国式的孩子 怎么来的 你在认为可以自己 肆意妄为的人 是怎么来的 恰恰就是在包容 那个态度里 滋生出来的 好 感谢 感谢各位评委 及双方变手 至此本场比赛的 比赛环节已经全部结束 请工作人员收取评分表 请大家耐心等待结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我将为大家公布 三位评委印象票的头像 丁冠宇评委将印象票 投给了反方 罗宏坤评委将印象票 投给了反方 谢宇评委将印象票 投给了正方 下面有请各位变手 有序退席 请各位评委 若做到印象票 投向方 并对本场比赛进行点评 首先有请丁冠宇评委 对本场比赛进行点评 喂 OK 好 大家好 这场比赛 我觉得判断起来 对我来讲 最后有一点点悬念 但是在判断选择上面 我还会比较倾向于反方 大体上的理由 首先有几个 讲破掉的点 我稍微交代一下 就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东西呢 不影响比赛胜负 原因呢 跟你们自己选手有关 所以就稍微交代 第一个是 关于春节这个点 我认为 这场比赛是不见的 这是反方的责任 那我觉得 也是一个 正方二变的功劳 就我认为 正方二变那一轮 打得很穿 我认为反方 也基本上没有救 就没有救这个点 然后正方三变 在补问的时候呢 这个点是消失了的 我没有行政上 觉得这个点不合格 但至于其他两位 平衡有没有行政 我其实不知道 因为我脑袋中联想 没有 没有 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想到了 一个脑补的例子 是说 我觉得它很像什么 它像春运的时候 就是大家在高铁上 会很挤 我觉得它与其说 像公放 我就不如像很挤 就是那种 你挤到我的位置上的 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就处在 一个反方所讲的 春节的特殊性 当然我觉得 第二个很准的例子 是那个春节放鞭炮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觉得感受上 比较像的例子 但基本上 这场比赛不重要 因为反方我不觉得 他有在解释说 为了春节 我们要包容这个事 所以正方最后 在结变的时候 打这个点 对我来讲是打空了的 就是反方这个点 破掉了 没错 那你要在这个点上 做文章是OK的 只是没有什么影响力 第二个破掉的点 是正方的 是关于片方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基本上是全破了 那片方的部分 有两条线 第一条是剧透 第二条是片方的反对 第一个破掉的地方 我认为是反方 很旗帜鲜明的 在解释 有一些片方 在主动的去做这个事 甚至把它当作 是宣发的途径 那我认为 这个跟正方中断的回应 就不挨着 不挨着的地方 跟这场比赛的大逻辑 会有点像 跟剧透的核心逻辑 很像 就是你在处罚的 就不是这个行为本身 是这个行为 带来的外延影响 所以但凡这个行为 可控制 那这就是我们 可以讨论的标的 在这场比赛中 我觉得有两个 拉扯的类比 是比较准确的 第一个拉扯的类比 是熊孩子 你控制的是 熊孩子的大肠大闹 而不是熊孩子本身 就跟你控制的是 道路平了之后 所造成的剧透 或是所造成的干扰 而不是道路平本身 这个是这场比赛里面 我觉得最准确的类比 极其相似的 是我觉得在自由变的时候 反方所举出来的 那个博物馆散光灯的例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禁止散光灯 但是不禁止 散光这个手机 或者是摄像机 带到博物馆 这个地方我认为 都是反方有提出来的类比 那在这个类比底下中 有第三个 我刚刚漏讲了一个 第三个我觉得 应该算是破掉了的 我的破掉的意思就是 他跟这场比赛无关 应该是一个烟雾弹 但我不确定 你们双方是不是觉得 这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人数 我认为人数是个误会 起因来自于 正方口径上的误解 就是正方一遍 不小心说错了 我可以接受正方说错 我没有觉得这是扣分 但我觉得反方 确实是讲出来了 叫做人数不重要 那反方讲人数不重要 这个事呢 有没有想证明 因为大家都接受 所以这个事情 就合理跟正当 我觉得反方 也没有这个本意 我不觉得反方 有这个本意 因为在反方三遍的 陈词那个小节环节 他也说了 就他们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正方后面 在自由变成的时候 去挑明的破这个问题 对我来说也很尴尬 就我可以接受这个地方 破掉了反方这个数据的意义 但是反方这个数据 确实没那么有意义 OK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 我觉得也不重要的部分 那这些都不重要之后 剩下会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关键 是两个合理攻防 第一个攻防 是反方所主张的 叫做效果性 第二个是正方所主张的 叫目的性 什么是效果性呢 正常比赛对我来讲 最关键的类比 是反方三遍 所以举出来的 摊贩的例子 恕我直言 我必须谴责一下正方 可能这就你们活该吧 我觉得在一盘三的时候 这个例子问了两次 一下问了四遍 一下问了一遍 还有一次问了三遍 在确认你们三遍 没有人听到 就真的没听到 你们就是没听见 人家的意思讲了 大概就是这样 摊贩 我们以前都会管制 但是没有用 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合理规划一个 小摊的区域 跟他们讲说 你们就在这摆摊 其他地方你们别去 在这个例子底下中 反方主张 我确认一下 叫做主张 他有用 这叫做互退一步之后 所带来的包容的治理效果 反方讲完了 正方没有回这个例子 正方还说 那我们小摊贩 当然就管制 是容是茂 我们当然很严格控管 我觉得正方误会了一件事情 在反方打出来的 这个判准的核心逻辑 叫做我用的手段 理论上会比你 达到更好的结果 那当然为什么 会有更好的结果呢 我认为在这场比赛 有第二个很大的关键 在比赛中是正方的问题 我谴责于正方的问题 就是反方有在问正方 你到底想怎么做 你有没有效果 我旗帜鲜明地 意识到了正方 其一 你们不打算 做太严重的效果 对吧 就是提示 告知 说明 我不觉得这是正方的原罪 正方不该 不需要这么打 但正方想这么打 可以 那正方就需要面临到 第二个问题 就是反方问正方 那你到底有什么用 正方到最后 结面的例子 跳了嘛 对吧 就是说那跟随地堵仓一样 难道管不动就不该管吗 我不是说管不动不该管 但是当反方告诉你 他用互相包容的模式 能够达到更好的平衡的时候 起码这是一个反方 证明成功的点 正方没有办法破掉 正方最后结辨的时候 去挑战回这个例子 就是说 中国式的孩子 我们就是因为一直包容了 才导致他这样 没有 我觉得在比赛中间 是没有出现过 这个例子的描述 跟证明的 所以如果这个对立的 矩阵是不出现 那么效果性 这场比赛反方是 证明成功的 但这边我必须 额外多谴责一下 反方的截辩 因为我没觉得 截辩在这个点上面 有清楚的描述 或者是说明 为什么效果性 是双方最核心的比较 我的清楚 不是说你没讲到 因为你几乎是把 这场比赛所有的东西 像我刚刚点评的 所有东西都讲了一遍 但是正因为 你所有都讲了一遍 所以我没觉得 你有特别告诉我 为什么这个题目 是聚焦于 效果性的讨论 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反方没交代的 好 那接着就回到 正方想聊的部分 正方想聊的部分 我认为在比赛的 自由变阶段是出现的 我必须提示一下 我认为是在 自由变阶段出现 就一变的时候讲过 然后中间消失 中间自由变的时候 去主张 我们来讨论一下 电影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电影发展的目标 按照正方最喜欢的讲法 就叫做 你告诉我 到底我们进电影院 是为了拍照 还是为了要看电影 这个事我一直都觉得 很麻烦 是因为我觉得 这就是题目 要我们讨论的事情 你每次都在问反方 这个问题 我也很好奇正方是什么意思 正方完全没论证吗 我觉得不是 正方解释了 比如说杜比音效 比如说大特效 2D 3D 我觉得有一点点 诉诸于 就是评委对这个事情的认识 那我猜测这些名词 都是想暗示我 这些玩意儿 确实是产生了 很厉害的效果 虽然我不真的确定 知道它们是什么效果 但对此反方有没有挑战呢 我认为反方有一个 很中性的诠释 对 我实话说叫做中性 就是吃饭的例子 餐厅的例子 在餐厅的这个例子上面 我认为跟正方是互有往来的 我的判断只能停止在互有往来 他跟你说 以前我们也只重视好吃 现在我们觉得好看也行 这个时候正方旗帜鲜明的 讲了一件事情 凭什么 我们就是觉得 好吃是第一优先的 反方其实讲了一个事 他就说 凭啥呢 就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要活成这个样子呢 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反方占到了一点点的便宜 因为对于目的性这个点 反方确实不需要赢 所以反方的讲法就叫做 我们就让大家的目的兼容就行了 互相不侵犯 你不影响我 我不影响你 那怎么了吗 对此 我没觉得正方有一个明确的回复 叫做为什么我们的目的性 是一个排他的目的性 就是我不知道正方 理解这个用词 如果法律用词 你们习惯 就是这个排他的目的性 就是一定是我以为优先 你这种观众 但凡进电影院 就是对我的侮辱跟亵渎 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觉得正方 没有办法在目的性上 直接打穿反方 那正方可能 怎么去打穿反方呢 出现了这场比赛里面 我觉得最纠结的攻防 我加编票可能投错了 我觉得有点点影响 就正方就死活 要问反方一个问题 你告诉我怎么拍 能不影响别人 而我认为 在这场比赛里面 我不知道 我实话说 我不知道正方的影响是什么 但我在正方一变的 动作跟表情中 我感受不到我被影响了 当然这真的就 输出直觉了 你们真的就在 赌裁判的心证了 我在正方一变的行动中 我确实不确定 哪里被影响到了 而正方这个时候 对不起 反方一变 这个时候正方就说 你看你只讨论一个极端情况 这时候反方其实是有解释的 反方说这个极端情况 不就跟熊孩子一样吗 反方当然就欠一句话 反方欠一句话就是 熊孩子不吵闹 本来就是极端情况 你让小孩子不大吵大闹 这还不够极端吗 这就跟我要涉路的时候 尽量不影响别人一样 我承认很极端 但是就是我们互相包容 能做到这个事 正方没有把中断 那个小孩子不大吵大闹 很极端讲出来 对不起 我又讲反了 反方没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但反方有把 我们是互相包容了之后 我才有可能 让他好好地 乖乖地这样拍照 给讲出来 那这是不是一个 真的狠口可行性的事情呢 我没觉得反方 真的有在数据或推论 或基底上面解释 反方就有个概念 在中断的时候 尤其像自由变的时候 嘲讽正方的时候 讲过一句话 但这个事情 我觉得没有被正方破掉 那么这就回到了 这个攻防的本身 叫做和睦地性 这个价值有没有至高无上 我认为正方没有正程 至于这个价值 会不会互相挤压 产生矛盾 在例子中 没有办法诠释 那只要这个点 正方最后走不通 那反方这个效果性的点 是立柱的 能够判给反方 大概是我对这场比赛的 一个整体的判决跟描述 那当然 如果你们有什么 漏掉的攻防 或者对这场比赛 其他判断 可以在后再跟我讨论 谢谢大家 感谢丁冠宇评委的精彩点评 下面有请罗宏坤评委 对本场比赛进行点评 好 谢谢主席 各位好 这个题目 我好像第一次投给反方 好像更多的票 我也会投给反方 所以说我会很仔细地 交代一下原因 但其实跟刚刚冠宇 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 我来仔细地讲一讲 首先第一个问题 正反双方 就先说掉一些 排除掉的攻防 正反双方讨论过 法律这件事情 正方同学觉得 这个明显 就是法律规定是侵权的 反方同学 我觉得我听到 收到的非常明确 无论是电影促进法 这个叫什么 电影产业促进法 对不起 因为打过太多场了 我明确知道 你们在说什么 无论是这个31条 还是关于合同法 格式条款的解释 反方同学都有举证说 拍一张是不要紧的 甚至因为拍一张 不违背著作权法 所以他本身 从格式合同的角度来说 他本身并不是合理的 并不能因此去判断说 他违反合同法 关于这一点 正方同学 没有再进一步地回应了 我不是说反方得力了 我是觉得这个问题 就排除了 因为正反双方 谁都没有通过 合不合法去论证 而且我觉得这道变题 本身变得不就是 法律发展的方向吗 这也是我们正好 双方都同意的 所以这个战场 我很快就排除了 好 第二个问题呢 跟前面关于非常非常接近 我觉得反方同学 犯了很多反方同学 都有的一个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问题 就是 春节党是一个最下沉的市场 它为什么就必然导出 我们大家有设评的需求呢 我们大家就是 全家团圆都去看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反方 去真正论证过这个事情 大家都是很跳跃的 说全家都去看电影 然后下一步 大家都要去拍电影 不是 拍那个屏幕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就是 而且反方后面 也不太触及这个论点 所以我也暂时先放一放 那正方同学的 关于制片方的利益 这个论点呢 我接受到了反方这样的挑战 就是 我们有好几个电影 把观众们的评设 做成了海报进行宣传 也就是说 有些制片方 甚至是欢迎这个行为的 没有了 正方同学就再也没有 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了 我觉得按照正方同学的论点 是可以讨论下去的呀 那么至少反方举的 这几个制片方 他们是不是做错了呢 他们是不是 就是他们个别这样 制片方的行为 或者说 这个这个 拍 就是我也不知道 导演也好 谁也好 反正他们会不会影响 整个行业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 继续讨论下去啊 也没有了 按照反方同学自己的观点 他们会影响 什么艺术的完整性啊 等等等等之类的 按照你们的看法 不就是反方这几个例子 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吗 就是 anyway 反正这些也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小小的问题上 可能还是 至少是持平吧 至少是持平 正方提出这个观点 我觉得也没有得力 OK 那我是怎么判断的呢 最重要的部分 可能是关于判准的部分 就是还是 什么叫包容 什么叫抵制 以及包容跟抵制的 判断标准的问题 这个对我影响 也非常非常大 正方同学在质询的时候 正方三变在质询的时候 有明确问过反方 如果我们画定一个 专门的区域 让小贩去售卖 他自己的 比如说货物 这种情况算不算包容 我听到的是问了两遍 不是三遍 但不重要 这个太小了 无所谓了 正方同学好像就是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没听到呢 还是就是强行解释这个问题 正方同学 我收到的回应是 这个算抵制的 或者说至少是我收到的 你们讲法是 我们要抵制小贩的这种贩卖行为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有点离谱了 就是反方在这里 已经拿到了一个非常 也不是拿到 声明了一个非常明确的 关于反方包容的标准 我概括为某种区分原则 就是反方同学觉得 如果我们能明确区分 孩子打闹 如果我们能分得出这种行为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孩子打闹给禁止掉 而不必要把所有的孩子 进电影院都禁止 如果我们能区分影评剧透 是一件不好的行为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剧透的影评 而禁止掉 不需要把所有的影评都禁止掉 同理可得 反方同学论证的一直是 至少从这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后面 论证的一直是 如果评射会产生额外的避害 而且我们管不了 管不好的话 那我们不得不禁止 但如果我们能明确区分出来 就是造成伤害的评射 和不造成伤害的评射的话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一刀切 所以反方无论在这个质询环节的 成词的部分 还是在自由辩论的部分 其实都有问过正方 这种评射行为跟伤害行为 到底有没有强相关 这里在回答质询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里就很微妙了 正方同学有明确讲过 罪案的射评行为也会有影响 我是收到的 我是收到的 所以在自由辩论的时候 我这个跟刚才关于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攻防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就正方不断地问 你到底有没有不影响别人的拍摄方法 那我觉得这就碰到这个变体的核 不是不是这个变体 就是反方举出的这个区分原则的核心了 究竟能不能区分 我真的是明确记到正方问了三遍 我觉得这个时候反方再不回应 就正方铁银 反方必败 但是在第三遍的时候 正方一遍开始了 就是我的 就有几位变 是一变跟四变吗 对啊 反方一变 sorry 反方一变开始了 他就说 我贴着胸口 而且说了两遍 这个时候我明确收到 正方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我个人感觉是接错攻防的 正方有两层进一步的反驳 第一种讲法叫做 薛志谦他引导出来的这么多粉丝社评行为 真的像反方一变说的那样 是贴近胸口的吗 这是一层回应方式 第二层回应方式是 就是反一说了两次嘛 后来被 我记得是被反方三变打断了 后来就反方三变 不让反一打这个攻防了 反一说了两次 然后正方同学的讲 第二次回应的时候 讲法是 现在的社评行为 都不像反方一变说的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就没有回应到 反方所构建的那个讲法呀 叫做 如果我们能区分出 两种不同社评行为的话 那我们就专门对那种 可能影响到他人的社评行为 加以抵制 而对反方同学讲的这种社评行为 按照反方讲法叫做 各退一步 图一个这个什么春节里面团团圆圆 那么我再补一个就是 关于前面关于也提到的 就是目的这件事情是不是正当的呢 在我这边是必须连接到伤害的 如果伤害正不成的话 反方是没有办法直接一口咬定说 这个这个社评的需求是不正当的 就是必须要伤害正成 我才能认可说这个目的是 不值得被保护的 那伤害正成就在区分原则下 这样子的社评有没有伤害呢 我觉得好像是没有的 所以总的来看 我觉得反方的这个 区分原则下的这种包容行为 能不能包容呢 我觉得是OK的 还有一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来源于反方这个截变 当然不只是截变一个人 因为你们全场都是这个态度 就是你们的讲法是 我们的抵制是一种态度 它具体怎么做 其实不那么重要 当然你们也有具体做法 就是在这边 我期待正方同学 你给我一个你们的具体做法 你们的具体情境和反方的这种 我叫做区分原则的具体情境 做比较 然后那种是会更好的 那我觉得也行 但是没有 你们最后的讲法就是 我们需要一个大方向的态度 我们是对大家进行抵制的 只有这个样子才能有类似于 更少的熊孩子的这种产生 当然我觉得不会啊 因为反方的这种态度 已经非常明确的 把这种不文明不理智 类似于像熊孩子一样的行为 给抵制掉了 封杀掉了 所以我觉得反方在自己 开出的这个判册里面 是能够完成论证的 所以我更多的票 就投给了反方同学 好 我就交代到这里 谢谢 感谢罗洪坤评委的精彩点评 最后请谢宇评委 对本场比赛进行点评 好 谢谢主席 我来交代一下 我投给正方的理由 这场比赛 我更多的票都会投给正方 我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最终还是要看 大家谁的需求 你叫他更合理也好 或者说谁没有在 伤害对方也好 我认为正方首先结合 这个电影 他现在发展所讲述的需求 是一个正常看电影 非常合理的需求 我到了电影院 我就是要看电影 我就是要尽可能地去享受 电影院为我提供的 这种所谓的视听服务 然后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场比赛里 到最后有一个核心 就是我不明白 反方为什么非要去 就是你拍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在影响了别人观影的技术上 你为了什么拍呢 就比如刚才 咱们聊到这个手段问题 反方说 我可以吸屏 贴着胸口拍 请问你在拍什么 就是我不明白 你就是非要拍一下吗 那你那个瞄准的动作在哪呢 你拍到前座也无所谓吗 就是你肯定是要拍 你看了一个画面 你想记录下来吧 那你在拍什么呢 我其实不明白 那你为什么非要拍呢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 就是反方 你去讲说 我可以尽量降低影响等等 问题在于 我觉得打到后面的时候 就是那个问题 反方说 我可以怎么怎么样 我有这样的方式 第一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不明白 那你是为了拍什么 你没有那个 去描的那个动作 你在拍什么 第二问题就是 我认为正方给那个回应 是有效的 就是正方说 可是现在大家不是这样拍的 就是不是像你说的 这样拍的 在春节党的时候 你提倡这个怎么样 然后这个时候 反方可能认为说 那我可以倡导大家这样做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反方一直还在 主张另一件事 就是你抵制根本没有效果 那我想知道 面对现在大家就是想拍 也不知道为什么 要拍这个心态的话 那你跟大家去倡导说 我尽量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那这个效果 就是如何达成呢 如果不能的话 按照如果不能 或者这个结果是不确定的 按照正方的措施来执行的话 就是没有人会受到伤害 因为你也没有讲出 你那个需求 到底是为了干嘛 这场比赛里面 反方讲的就是说 我为什么记录 感动瞬间等等 然后正方说 那你 如果你觉得跟家人 出来很感动的话 那你就拍外面 有很多的这种物料 对吧 有那种立牌 或者有什么东西 那你就拍 为什么非要去拍那个 所以你没有 就是按照正方策略 就是没有人会受伤 你的需求也可以达成 然后他看电影 这个沉浸体验 也可以达成 但是如果按照反方说的 就是我们大家去包容一点 就允许他这样那样的话 那就是像正方说的 那种拍摄行为 你又是怎么来调整的 如果你不能 就是按照反方策略 就是按照反方说法 就是没有办法调整 就是你没用 那你去包容他的话 那前面那些人 你怎么让他 不会打开自己闪光灯 或者怎样呢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第一反方不知道 为什么我非要拍 那正方人家要看电影 是一个很正当的需求 第二就是 你讲的那个方式里 就是你退一步的那个方式 我确实没有感受到 那他怎么能达成你的目的呢 就你这样 我确实觉得很奇怪 然后比较重要 就是到后面那一步 就是按照你的策略 我觉得也达不成你的效果 这是我觉得整体在 评判胜负的时候 正方得了一点 然后我认为 这场比赛里反方很多的追问 来自于大家字典里少一个词 就比如说 反方一开始说 那这个如果你是抵制的话 为什么在有人拍的时候 没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出来阻止啊 为什么你不是每次都阻止他 然后这个除了拍以外 其他的行为 为什么没有阻止 然后那是不是在包容他 当然不是 因为除了抵制和包容 我们字典里还有一个词 叫忍 就是我又没有包容你 但是我又不想跟你冲突 那我没有办法 我被迫的 那这叫什么包容呢 就像那个比如说 有人在进进出出 或者说有人打开手机 首先我认为 正方太多是很明确的 他说你打开手机 回信息 这我要抵制 然后反方意思就是说 那你怎么没有 每一次都去阻止他 首先我可能没来及 对吧 你让我能 对吧 暂停一下 我就说你别回了 那第二就是 我可能不愿意跟他冲突 我心理上并没有 接受这样的行为 所以我认为 反方很多的基于 你看你既然没有做出行动 那你不就是在包容吗 这些都是不成立的 就包括说很多 大家讲的高铁上的问题 那就是因为我没办法 我只能忍 我没有包容你 那怎么办 然后反方就说 所以你要每次都大打出手 那是策略选择的问题 跟我的态度上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像反方最后讲 我就比如说 反方那个目的说 我们这样是为了 让更多人走进电影院 正方说 那他一年就看一次电影 进来之后就被别人干扰了 他也不再来了 对啊 那为什么就是用包容的策略 能让大家更多走进电影院呢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 反方也没有证明 所以我的终局判断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我觉得正方提出了一个 合理的诉求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抵制 他在保护一个合理的诉求 然后反方提出的 我们要包容的 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 就是跟正方相当的 这个叫什么目的 而且我觉得在具体的 就是你去讲说 那我们为了 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措施上 好像也没有办法 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综合之下的话 我会觉得整体上 正方的证明 是要更好一些的 所以我把自己处要的票 都投给了正方 以上是我的这个比赛的判断 辛苦各位 感谢谢评委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请评委回到评委席 变手回到比赛席 下面我将为大家公布 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本场比赛的最佳变手为 正方三变朱浩婷 恭喜 本场比赛 本场比赛尚未公布的环节票 和决胜票如下 环节票 丁冠宇评委将环节票投给了反方 罗洪坤评委将环节票投给了反方 谢宇评委将环节票投给了正反双方 各0.5票 决胜票 丁冠宇评委将决胜票投给了反方 罗洪坤评委将决胜票投给了反方 谢宇评委将决胜票投给了正方 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为正方2.5票 反方6.5票 获胜方为反方 恭喜他们 至此本场比赛到此全部结束 请各位变手有序离席 感谢双方变手的精彩表现 感谢各位评委的辛苦付出 我们下场比赛见 最佳变手可知主席台侧领取纪念品 然后麻烦我们正反双方同学 我们到大厅那边稍微等一下 一方面这边我们叫车可能要稍微等一会儿 另外一方面的话 那个我们要在下面拍个合照 麻烦大家我们在楼下集合